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大德放蒙山和燕口有什么区别 都是超度众生的吗 我告诉你 如果是我们从事项里面分析 跟从理分析是两个 虽然不同的分析的内容 如果是我们从事项里面分析 什么是燕口 什么是放蒙山 燕口跟蒙山都是超度十方法界六道存灵的众生 乃是我们的祖先已经往生的人 去世的人为主 放蒙山就是这样 放燕口也是超度十方法界六道存灵的众生 它这个目的是一样的 它们在它的仪轨里面有一点分别 而且我告诉你 这是中国的佛法 西藏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没有说放蒙山、放燕口 但是里面的内容是从佛经里面抽出来的 好像我们念舟里面有一部分战佛里面的内容是从佛经里面抽出来 但是加了很多中国人的味道进去 我就讲燕口 燕口里面很多诗词 这个诗词都是苏东破写的 把这个诗词都放进去 这个诗词很起立 很有诗的味道 令你听到以后 有诗是很悲惨 悲哀悲怨的 也加了这个上诗念起来 这个相调很好 尤其是放燕口 有三大诗、五大诗、七大诗 大家好像一对band一样 你知道你懂得什么是band吗 一对band一对乐队 它讲一句有互动 它这个互动 它的花样是比蒙山 蒙山是比较monotonous 比较枯燥一点 它就是一个人中间的法师的讲法 燕口是比较唱的多 唱念的多 诗词歌赋里面的唱念很多 而且它的唱念拉得很长的 大部分是从密宗里面抽出来的 而且是它的互动 它的打的手印 它的唱的方法 有一点是 它的唱的方法是融合了昆曲、金曲 还有当地、地方的把它融合起来 所以它的唱念 尤其是中国人 你中国人 你喜欢音乐的 你喜欢听金曲的 你喜欢坤曲的 你喜欢哪些广东乐曲的 你就很陶醉了 唱得那么好 就是这个是燕口 但是蒙山也是一样 蒙山是一个人讲的比较多 蒙山里面的像十方法 这六道纯灵的讲法是比较多一点 它讲的里面很多讲法的 里面那个咒语比较多一点 就是燕口也有咒语 但是它变化很大 蒙山变化没有那么大 所以各有各的好处 但是从四相这样讲 这是中国佛教的产物 如果是你在缅甸、泰国放燕口 他根本不知道你唱什么 根本不知道你要讲给他才知道 因为我们陷入为主 我们中国人对我们自己的音乐 对我们的古乐已经有一种爱好 那么你再加一点内容进去 你就很陶醉了 这个很好听 蒙山没有 还有三十四念 三十四念也是超度众生的 但是三十四念基本上是 串十方法界六道纯灵的众生要念阿弥陀佛 有往生十方极乐世界 是要他修念佛法门 燕口跟蒙山这一点没有三十四念那么强 但是三十四念是比较单调一点 就是一个人唱 一个人念出来 但是三十四念如果是唱得好 也是蛮好听的 好像我们第一句 我记得三十四念是 世界何人称极乐 极因痛苦不能轻 道人若要寻归路 但向尘中了寂心 如果是他唱得也很好听 我也可以唱一句给你听 世界何人称极乐 极因终苦不能轻 道人若要寻归路 但向尘中了寂心 他也是唱出来的吗 也是这样唱出来的吗 如果你唱得好 你感动 所有的衣柜必须要以心 不是以里面的字 里面它的花样怎么多 但是我们这个心要成 成心成意才行 你不要产生分别 如果是你说 很好听 蒙山不够 花样不够多 那么你就有分别 不应该这样 烟口是比较难 仪魁是比较难进行的 为什么 它的变化很大 而且很好听的 里面的歌词 歌词也是很好听 所以大概对初学佛的人 烟口是吸引力比较强的 那么不再讲了 怎么样能尽心 过好每一天 尽心就是你注意你的心 你好好地过一天 你必须要注意你的心 你注意你的心怎么注意 你的起心动念 你每一个念头都要向恶这一方面跑回来 不要行恶的东西 你必须要首先 你改过 改你的不好的念头 贪嗔痴 杀盗 淫妄 所有的不好的念头 你说能尽心吗 怎么能尽心 我就告诉你 你尽心 你必须要第一件事 不好的心 你不要生出来 贪嗔痴 杀盗人 妄 你不要生出来 再怎么样 你不生这个出来 第二就是必须要把善的心发出来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也不饮酒 你先做这两个简单的 你可以做到吗 我到现在还没有做到 有十个念头一想 我不喜欢 一个念头 我发一个脾气 我这个心对每一个境界都是跟随这个境界走 我把我的感觉就放在这个境界里面 我在家里面 我先上 你先上 你太太骂你一句 你就感觉到生气 他一句话 这个境是外境 这个境是一句话 一句话刺你的心 你就发脾气 你这个感觉一生出来 你就跟着这个声音的感觉走 一直走到怎么样 一直走到作业 吵架 吵架 打架 离婚 这个我不是举一个小的举例给你而已 我们天天都没有尽心 你必须要尽心 戒定慧 我问你 你受了戒没有 没有啊 我问你 你皈依了没有 没有啊 那么你先皈依吧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生 你没有受戒 你先受戒吧 不杀身 不偷盗 不嫌 不妄语 不饮酒 你能够这样做吗 你皈依三宝 发菩提心 受取五戒 跟守戒 完了你每天诵经忏悔 戒 有戒 有定有慧 还加了一个忏悔 你以前所做的一切的业障 天天忏悔 你礼拜六就来参会 我们参了三十年 观音室拜药师参 拜了三十年 有很多人拜了二十几年的了 在观音室拜参 我们三十年没有一个礼拜天不拜药师参的 三十年了 你可以来参加吗 你把戒律跟采悔融在一起 你先修这个吧 你修好了 你就告诉我 我就教你第二个方法